那咱们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第一步给它呛锅 何大哥嘴里说着呛锅 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 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 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 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去腥的作用 五花肉能给这个胖铜鱼提鲜 增香去腥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抢锅 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 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 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 菜肴的橙色会大不相同 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 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在安庆做鱼菜时 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 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 却极富肉的口感 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 是荤还是素 这是什么呢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三粉圆子 三粉圆子 对 就是红薯 洗漱奶里面的蒸粉 做成圆子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 有烤红薯 蒸红薯 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 用作勾芡 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 则更加复杂 放在冷锅里面 给它炒热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 加入开水搅拌 让红薯粉在成为护状的同时 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这么烫啊这个 这是开水动的是吧 这还是小心点 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 温度越高 它更柔软 吃起来口感更好 严严的做 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 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 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 何大哥说 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 而山粉圆子 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 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 同时山粉圆子 在吸饱了肉之后 变得肉味十足 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 它就是肉 在当地 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 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 一个小时候浓香的汤汁浸入鱼肉 鱼肉变得软烂 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 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 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可以了吧 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可以了 两个铁锹 人也一个 用铁锹啊 来 一 二 三 三 走 慢慢走 慢慢走 一个人抬头 一个人抬鱼味 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 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 走咯 上菜咯 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 碰头鱼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哇 天呐 太好吃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 味道非常香 何大哥说 其实两人抬着盘 既是一种智慧 又是一种仪式 人们通过这种方式 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 还能完完整整地 被端上餐桌 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 期盼有个好收成